14家金控在去年的獲利是大回升 所以薇良在今年配息的部分 會不會比去年要來的大棒很多 是 因為去年股債都回升上漲 所以基本上金管會也順勢 其實迎合投資人的需求 把這個原本限制金控公司 配息的警戶手解除了 因為現在配息你只要看 就是當年度的獲利水準 不必去管就是說 它的一個帳面上 未實現損失的評價 所以這邊來看的話 因為去年整體金控 大概平均獲利都有回升了三成 按照過往的一個 股息發放率的水準 推估就是目前股息殖利率 有機會超過4% 甚至逼近5%的 大概有幾家金控業者 第一個是中信金 預估有機會來到4.66%的殖利率 另外來看兆豐金也不錯 向來就是殖利率當中水準偏高的 還有像元大金 永峰金 華南金 開發金 這幾檔大家都可以去觀察一下 如果近期股價有一些震盪拉回的時候 或許可以卡位出席行情 因為我們統計從2009到2022年以來 其實金融股很明顯 大致上就是在除席之前 都會有一些中長期資金來去做卡位 整體金融股在除席前三個月 平均報酬率是3.6% 那我們進一步再細分 因為金控裡面有證券 銀行或受險為主的 受險 買誰最好呢 對 哪一個族群是比較好的 就大黑馬是租賃 他的一個除席前三個月 平均漲幅是8.3% 所以結論就是投資租賃 優於銀行 優於證券 優於受險 這個順序要記起來 租賃 銀行 證券 然後最後是受險 對 尤其其實租賃雙雄 像這個中租跟育偶 近期雖然有些利空 可是股價慢慢也打出一個 長期的複合式體型了 或許將來會慢慢營運 如果波雲見日的話 股價也有機會展開反攻 不過我們看一下 這個中現金的股價的一個表現 好 那中現金我覺得雖然